诗篇九十四篇 预备齐 耶和华 你是深渊的上帝 深渊的上帝 求你发出光来 审判世界的主 求你挺身而立 使骄傲的人 受应得的报应 耶和华 恶人夸胜要到几时呢 要到几时呢 他们咆哮说狂妄的话 作恶的人全都夸耀自己 耶和华 他们强压你的百姓 苦害你的产业 他们杀死寡妇和寄居的人 又杀害孤儿 他们说耶和华必不看见 雅各的上帝必不留意 百姓中畜生一般的人 当思想 你们愚昧人 要到几时才有智慧呢 造耳朵的难道自己不听见吗 造眼睛的难道自己看不见吗 管教列国的 就是叫人得知识的 难道自己不惩治人吗 耶和华知道人的意念是虚妄的 耶和华 你所管教 用律法教导的人有福了 你使他在遭难的日子 扔得平安 直到为恶人挖好了坑 因为耶和华必不丢弃他的百姓 也不离弃他的产业 审判要回复公义 心里正直的都必跟随他 谁肯为我起来攻击邪恶的 谁肯为我起来抵挡作恶的 若不是耶和华帮助 我早就住在寂静之中了 我若说 我失了脚 耶和华 你的慈爱必扶持我 我心里多忧多疑 你的安慰使我欢乐 那借着律劣玩弄兼恶 以权威四行残害的 岂能与你交往呢 他们大家聚集攻击一人 将无故的人定了死罪 但耶和华向来做我的堡垒 碉堡 我的上帝做了我投靠的潘石 他叫他们的罪孽归到自己身上 要因他们的邪恶剪除他们 耶和华 我们的上帝 上帝要把他们剪除 阿们 我们简短再次祷告 慈悲天父恳求你恩待怜悯我们 我们的软弱你都知道 求主用你的话兼顾你的教会 唯有你的恩和你的真道 能够保守和兼顾 更新你的百姓 求主恩待 圣灵亲自光照 将你话语中的亮光向我们显明 当我们明白你的话语的时候 让我们以信心接受你的话语的时候 真正让你的话成为我们的力量 成为我们的智慧 成为我们的生命 帮助我们在今世 在各样的试炼 试炼 困苦挣扎 争战当中 靠着你的话 得到力量 智慧和能力 靠着你的话 胜过世界 愿主亲自恩待我们 与我们同在 如此祷告 奉靠耶稣基督的声明 阿们 诗篇94篇呢 它是 我们看到它是连接了93篇到95篇 那诗篇93篇到99篇呢 实际上 有一个共同的主题 就是称颂耶和华上帝为王的这样的一个主题 那么在旧约里面 我们常常看到 以色列百姓在称颂上帝为王的时候 常常谈到他是造物主 他如何创造万有 因此呢 我们看到他就成为万有的主 或者说万有的王 不仅如此 上帝不只是创造了这个物质世界 更是 他拣选拯救施恩他自己的百姓 因此他不只是统治这个被造的 我们一般所说的这个宇宙这个世界 他更是关注统治治理他自己的百姓 空调又关了 所以呢 我们看到 谈到上帝是王的时候 不仅谈到他是创造主 更是谈到他和他自己恩约的百姓的关系 因此上帝是他百姓的王 说到他不仅是治理统治他的百姓 更是谈到他护理 他保护 他拯救 他搭救他自己的百姓 特别是谈到神的王的时候 圣经也常常提到上帝审判列邦 上帝是万王之王 因为他是全地的主 因此他审判诸海 我们之前也谈到了各种大水 诸海 都是谈到了各种抵挡神的列国 那今天的二十四篇 我们看到他也是在这样谈到 上帝是王的这件事情上 特别次重于他的审判 那这个我们读的这个二十三节经文里面 有一个同心缘的这样的结构 一节到二节是谈到了神是深渊的神 那与之对应的是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 是信靠神渊的主 然后三节到七节是谈到恶人的妄言 罗列了具体的恶人的恶 他们的言论 他们的想法 然后十六节到二十一节就谈到了 因恶人这些神的百姓发出的哀叹 因为他们受到苦待 然后中间的核心就是八节到十一节是谴责恶人 谴责恶人的恶行 然后十二节到十五节就谈到了祝福智慧的人 那透过这种同学员的结构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段本文的核心是这个西的部分 一方面斥责恶人 说到恶人最终的结局和命运的同时 另一方面也谈到神祝福一人 好了 弟兄姊妹 我们来看整个九十四篇 首先我们看来第一节第二节 说到耶和华 你是深渊的上帝 深渊的上帝啊 求你发出光来 审判的主啊 求你挺身而立 那在这里面我们看到诗人称神是耶和华神 然后称他特别一个独特的名称 是深渊的上帝 审判世界的主 那这里面说到了神的百姓对神的这种认识 他是我们恩约的上帝 他是施恩信使守约的上帝 耶和华这个名字 特别他在这里面求称上帝是深渊的上帝 审判的主 什么意思呢 这是表达了诗人对上帝的认识 他如何称呼上帝 不只是表明了上帝和自己的关系 他认识到他自己和上帝之间的这种关系 用这种独特的名称来描述他与神之间的关系 当然这种关系是在上帝向他启示 与他立约的这个关系里面他认识的 所以他称深渊的上帝 审判世界的主 当然我们往后看我们就明白为什么诗人这么称火了 他求求你发光 求你挺身而立 然后为什么呢 使骄傲的人受应得的抱怨 这里面说到了骄傲的人 那具体骄傲的人是指什么呢 稍后我们再谈 总之呢 我们看到诗人面临着一些问题 他在神的面前求告神 然后他求神来挺身而起 来实行审判 报应那些骄傲的人 然后三姐到七姐就开始谈到了这些恶人的具体的恶 耶和华 恶人夸胜要到几时呢 这是诗人自己罗练了恶人的恶 第一他们是夸耀 他们夸耀 要到几时呢 他们咆哮说狂妄的话 这是这些恶人特征 他们夸耀 他们说狂妄的话 他们夸耀自己 然后五姐开始说到他们具体的一些 恶行压迫你的百姓 所以大家就明白什么意思吧 深焉的上帝啊 审判世界的主啊 求你挺身 求你发光 求你报应 因为什么呢 这些恶人随意欺压神的百姓 欺压属于上帝的百姓 然后又苦害你的产业 你的产业和你的百姓 这个是很明显 是这种平行并恋 指神的百姓 作为包含 世人自己在内 他们受到欺压 受到苦害 因此他在神的面前呼求 求神搭救 求神申冤 求神审判 这些恶人 并且不但如此 他杀死寡妇和寄居的人 又杀死孤儿 可见这些恶人是极其残暴的 然后七姐 他们就是指前面所描述的这些恶行 他们咆哮 恶人夸圣 第一次出现的这个人称 是指这个恶人 后面的他们就代表他们 代表这些恶人 所以谈到了他们的狂妄的言语 夸耀自己欺压百姓 欺负自己的神的百姓 然后欺负那些弱势群体 孤儿寡妇寄居的 甚至他们说 他们说什么呢 也就是说他们里面心里的想法 他们说 幽华必不看见 雅各的上帝必不留意 也就是说 他们做了这样的恶事 说了这样的狂妄的话 他们竟然认为 上帝必不检查 既必不在意 也不追究的意思 好了弟兄姊妹 这里面的恶人是指什么的人呢 通常这里面的恶人 特别是在诗篇里面 恶人不是指那些 一帮 异教徒 或者是其他的 非以色列民族 恶人往往是指那些 不敬畏神的 属于以色列百姓当中的 不敬畏神的人 今天我们来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 就是说 也就是说 上帝立约 与亚伯拉安和他的后裔 立约 拣选了亚伯拉安和他后裔 做自己的百姓 当然亚伯拉安后裔里面 有属自然的肉体 自然的后裔 还有个应许的后裔 所以不是所有 就像保罗所解释 不是所有的亚伯拉安的后裔 都是神的真百姓 包括带领他们出 摩西带领出埃及的那些百姓 也不都是真正的亚伯拉后裔 保罗也解释了 那些唯有信从 包括西伯来书的作者也解释 那些真正在出埃及当中 真正信从耶和华的话的人 才是真正神的百姓 才有份于神的应许 他们是拥有真正的应许 信心进入神 应许里面这样的人 因此我们看到 在指以色列人 他只是外在 用现在的话 叫外在的护照 民族性的护照 这个国家是神的百姓 但是就这个真正恩典之约的 真实的对象来说的话 在以色列民中 仍然有一些不敬畏神的人 不信的人 甚至不遵行上帝律法的人 行恶的人 就像前面所说的 他们说狂妄的 快要自己欺压自己的百姓 苦害神的产业 然后杀死人 那些孤儿寡妇等等 甚至他们心里有这种想法 以为上帝必不追讨 必不留意 就是这样的人 那当我们想到这样的情况下 大家可能心里就说 那么跟今天的教会有什么关系呢 某种程度具有一致性 从一方面是指 就是说 在地上的有形教会里面 外在告白的 这个口头上告白信一苏的人 来到教会里面的人 不一定所有的人 都是敬畏神的人 不一定所有的人 真都具有真实的信心 不一定所有的人 真的敬畏神 愿意 虽然他们软弱 但是他们愿意遵行神的旨意 就是真基督徒和假基督徒 混在一起 在有形教会里面 所以在有形教会里面 也会有这样的人 也会有这样的人 稍后我会再具体地分析 那八节开始 诗人就开始在这里面 对这些恶人 谴责这些恶人 百姓中像除类一般的人 牲畜一般的人 这里面 我特意给大家标出来 同样颜色 这些特征 前面的恶言恶念 和这些恶人 以及像除类一般的人 什么意思 像除类一般的人 和这个愚昧人 是平行对照的关系 指的是同一类人 这些人愚昧 愚昧是因为什么呢 愚昧是因为他们不敬畏神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所以一般称敬畏神的人 是为智慧人 称那些不敬畏神的人 为愚昧人 他们之所以愚昧是 不认识造物主 不敬畏这位至高神 特别是他们藐视上帝的律法 以上帝的话为愚昧 以自己的意念为聪明 前面说他们说 耶和华必不看见 耶和华必不留意 这是他们自己对神的想法 他们以为他们的恶念 以为他们的恶言 以为他们的恶行 上帝必不追逃 甚至他们愚昧人 以为没有神 这些愚昧人 并不是真正纯粹那种无神论者 不像今天有很多人 真的相信没有上帝 这些人在古代近东的时候 没有一个无神论者 只不过是他们像没有神一样活着 他们认为他们的恶行 上帝并不在乎 不会追讨的意思 特别是以色列百姓 他们从小就接受这种教导 他们当然知道 上帝在他们民族当中 行了怎样的事 但是这些恶人 仍然他们不认神 不敬畏神 就像出了埃及的 以色列百姓当中 吃了玛拿 看了红海 看见上帝在他们民族当中 所实行的这种大事拯救的人 仍然心里迷糊 不晓得神作为的人 仍然偏行几路 像一个没有神的人 这样的生活 所以他们不敬畏神 因此他们就是愚昧人 愚昧我们可以用通俗的来理解 他们愚昧就是没有真的认识神 没有照着上帝本该受的尊容 去尊重他 爱戴去爱戴他 没有照着应该遵行神话语 神的话语就是我们的生命 是智慧嘛 就像亚当一样 他自以为聪明 按照自己的心意去决定 虽然他可能是接受了魔鬼的建议 他自己决定认为那个是应该做 认为那个事情是对的 甚至他觉得神的看法还不如他 神说吃的日子必定死 他明明知道这个事情 但是他还决定做 是因为他自以为是 因为他自己认为他的判断才是真正的智慧 所以实际上亚当当时犯的错误 我们可以用这里的名词就是说他犯了愚昧的错误 因为他愚昧的以为神的话是不一定死 神的话是一定会应验的 但是他却愚昧的以为不一定死 所以这种愚昧的人其实就像牲畜 这个禽生一样 牲畜一样 动物一样 上帝所造的生命体里面 有很多不同形态的植物有植物的生命的形态 动物有动物的生命的形态 他造了最高级的生命的形态 除了天使以外就是人 人是按照神的形形象造的 赋予人理性的思考 能够有这样的智慧和知识思想 那动物和人之间 包括这些哲学家们也认为 人和动物之间本质性的差别是人有理性 理性是能够思考是一种尊贵 虽然这种见解是不完全的 人和动物之间差别还有很多 那但是其中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 牲畜他们缺乏某种对神的敬畏或者思考 所以圣经里面常常形容人愚蠢的时候 常常拿动物来形容 比如说形容人像无知的罗马 形容像人像这个像鸵鸟等等 甚至像猪像狗吃了兔兔了吃 像猪呀洗尽了还会去打滚等等 用动物的一些特征来形容人的愚蠢和愚昧 离弃神的生活 那在这里面我们看到这些愚昧人就像牲畜一般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不留意 他们不看见 他们不思想 他们没有真正的智慧 所以我们要留意 弟兄姊妹 诗人在这里面是分出两种人 一种是智慧人 一种是愚昧人 关键不在乎你的什么IQ的问题 关键不是在于你学历的问题 不是在于你智商的问题 不是在于你按照一般人在社会上 生活上的工作能力的问题 它是涉及到你和上帝的关系的问题 愚昧人共同的特点是他们不考虑神 他们忽视神 他们过着一种实践性的自然主义 实践性的无神论 即便他们知道神的存在 但是他们心里面仍然我行我素 偏心己路 他们忽视 藐视神的律法 后面说到 智慧人是受律法教导的 这些人是与之相反 不受律法迂速 不受律法教导的 因此他们就像除了一样 自以为聪明反被自己的欲拙所蒙蔽 所以世人谴责他们 当思想 为什么 因为他们不思想 他们牢牢牢牢的按照自己的聪明 每一天过着繁忙的生活 其实他们根本不思想 他的人生到底为什么活着 他到底追求什么 他最终为人的结局是什么 这些人是从来不思想这样的 所以他们就像动物鸭 我们常常形容人 混日子得过且过 这些人就像动物鸭 动物也努力 动物也热心 寻找食物 去努力奔跑 甚至生产 延续后代等等 但是动物他们不会思想 什么永恒的意义 这个真理等等 那这些人呢 拥有理性的人呢 他们却不思想神 不明白神在他们生命当中指引 所以他们甚至误解神 认为神不看见 上帝不留意他们的恶念 恶言恶行 所以他们不具有真正的智慧 所以世人说 你们几时才有智慧呢 什么时候才能醒悟呢 什么时候才能明白呢 然后就九节开始 到十节去反问他们 质问他们 那些造耳朵的 当然就只造物主上帝 难道他不听见吗 是反驳他们 认为神不看见 神不留意 造眼睛的 难道自己看不见吗 当然 这种否定的疑问句 是强烈的肯定 对不对 上帝造耳朵 当然能听见 上帝造眼睛 当然能看见 对不对 管教列国的 当然 使人得知识 难道自己不惩治人吗 这就是回应他们 这个八节里面 九七节里面 他们愚蠢的想法 上帝管教列国 所以不敬畏神的那些民族 上帝都是管教 让他们得知识 难道上帝 自己不惩治人吗 上帝当然惩治 是不是 所以他们认为 上帝必不留意 这是一种愚昧的 自以为是的 自欺欺人的 自己的想法 所以这个世界的 保罗说 这个世界的人 属肉体的人 实际上他们 就是自以为聪明 自己被自己的聪明 所耽误 聪明反被聪明误 他们的聪明 实际上是淤卓 都是小聪明 日光之下的聪明 这个就像一只 一头笨猪 拱如何拱土 拱那些腐烂的土壤 从中找到 掉落在土壤 当中 近乎腐烂的 那些巷子 那样的 所谓的智慧 但是他们的智慧 只不过是 动物本能的 这样的智慧 根本不是思想 造主旨意的 那个智慧 跟上帝 没有关系的 都是日光之下的智慧 叫人灭亡的智慧 保罗说 如果他们有 那个真正的智慧 就不至于 将荣耀的主 被定在死架上 这是有贤有势 世上有钱有势的人 所不能知道的 那种 使人得到 真正生命的智慧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看到 是圣灵 借着诗人的口 去谴责他们 谴责他们 然后十一节 最后一个 总结性的判断 耶和华知道 这些人的意念 是虚妄的 虽然他们 自以为聪明 但是在上帝看来 他们心里的思念 所有的想法 都是错的 都是虚妄的 然后十二节到十五节 就是谈到了 与这种恶人 愚蠢 愚昧人 相对应的 智慧人的祝福 十二节 耶和华 你所管教 用律法所教导的人 有福了 说到这些人是有福了 诗篇第一篇 就谈到了两种人 一种人是有福了 另一种人是有祸了 那些昼夜思想 并且遵守 耶和华律法的人 他们就如同树栽 在溪水旁 按时后结果则 叶子也不枯干 这样的人就有福了 与此相反的 恶人就像康疲一样 被风吹散 那在这里面 我们看到 这个有福的人的 特征什么呢 是上帝 耶和华 上帝所管教的 是上帝所教导的 用律法所教导的 管教的是有福了 上帝管教他自己的儿女 上帝教导他自己的百姓 那些受上帝的话 教导的人 接受神的管教的人 这样的人是有福了 在生活当中 他们时时刻刻意识到 神的存在 也愿意降服在上帝的治理之下 甚至在各种秘境当中 学习上帝的教训 在神的话语当中 领受上帝的教导 纵然这样的人 也有软弱地道 不完全 但是他们是 在上帝面前 是蒙福的人 你使他们在患难之日 你使他们在患难之日 扔得平安 这里面就说 道出了一个问题 神的百姓在世上 是有苦难的 上帝没有应许 他的百姓一马平穿 活在真空里面 万事大吉 不会生病 做生意 凡事横通 这个家世兴旺 然后等等 一考试就考到 这个六百五十分以上 不是这样的 他们会遭遇苦难 甚至在这个世上 可能与世人无异 甚至还不如 那些不敬畏神的人 遭遇苦难 来自撒旦的攻击 来自那些追随魔鬼的 抵挡神的 势力的排斥等等 甚至上帝 允许他们 接受各样的试炼 但是神却应许他们 仍得平安 上帝与他们同在 上帝保护他们 上帝使他们最终 是平安的 直到恶人挖好了坑 为恶人挖好了坑 这是强调 直到最终恶人 被审判的意思 审判要回复公义 然后心里正直的 都必追随 最终上帝要审判 那些恶人 因为耶和华 必不丢弃他的百姓 他的百姓 就是前面那些人 耶和华所管教的 律法所教导的 上帝不丢弃 上帝不离弃他的产业 所以神的百姓 虽然遭难 虽然经过死因的忧谷 虽然有干旱的日子 但是他们一直不苦干 按时候结果 因为上帝应许 不离弃他们 上帝不离弃他们 不丢弃他们 上帝与他们同在 必搭救拯救 应允他们的祷告 保证赐平安给他们 特别是审判 当然也不会临到 这样的百姓 然后十六节到二十一节 就谈到了 虽然这些人是蒙福的 但是他们在地上 却往往受到 就像前面所描述的 这些除类人 这些愚昧人 这些恶人的苦代 而受苦 所以我们看到 十六节到二十一节 谈到了这些 因恶人的这些苦代 而哀叹的 这些义人的 智慧人的哀叹 谁肯为我们 起来攻击邪恶 谁肯为我们 起来抵挡呢 好像一种 无助的呼求一样 然后十七节 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 我早就在寂静中 寂静意思就是 沉寂安静 象征着坟墓死后 也就是说 上帝如果不帮助 我早就死了 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 虽然没有人帮助 但是有上帝来帮助我 然后十八节 我失了脚 耶和华 你的慈爱必扶持我 虽然我跌倒 但是 神的慈爱却扶持我 前面说耶和华帮助我 上帝却以他的慈爱 来扶持我 因为神是慈爱的 因着他是耶和华 信是守约的 他必扶持我 我心里多愁 多优多愁 这是义人的 智慧人 在地上的状态 在各种困苦 试炼当中 多优多疑 受到敌人的攻击 又受到各种困苦 当然是多优 而且多疑 你的安慰使我快乐 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仍然快乐是因为上帝的安慰 所以上帝是帮助我的 上帝是扶持我的 上帝是安慰他百姓的 然后那接着律力玩弄兼恶 以权为 死刑残害的 岂能与你 相交呢 这里面就 另一个角度 描述了恶人 愚昧人 这些如同除类的人的特征 他们是什么人呢 借着律法 就刚才解释了 我刚才所说的 恶人 不是指那些异教徒 说到他们也是 以色列百姓 甚至这里面 以权位 借着律法 玩弄兼恶 可能暗示 以色列领袖 或者是王 或者是大祭司等等 那他们呢 是借着律力 借着上帝的律法 玩弄兼恶 我们可以思想 这个亡国时代 历代制 立王纪上下等等 那里面有很多假先知 或者是大祭司的腐败 或者王的腐败 不敬畏神的王 然后借着权位 四心残害 这种人的结局呢 这种人的状态呢 他们是没有办法 亲近神的 第一 他们不会亲近神 他们心里 以为神 会忽视他们的作为 他也不会主动 寻求神 也不会爱神 也不会寻求神 所以他们主观上 不会寻求神 从另一方面 上帝也不会亲近他们 因为这些邪恶的人 是不配 没有资格与神相交的 公义的 你以公义代他 良善的 你以良善的 清洁的 你以清洁代他 虽然上帝无条件的爱 但是上帝在约当中 也有恩典的条件 每一个恩典背后都带条件 要求他的百姓顺从 我如此爱你 将你从为奴之家拯救出来 所以除了我以外 你不可有别的神 当尊以赫华为圣 什么不可为我 雕刻偶像 守安心日为圣日 然后爱人如己等等 虽然神的恩典 无常的领导我们 但是这个恩典 是有责任和义务的 让我们以同样的 神施恩的恩典 我们领受了 百分之百的恩典 上帝要求我们 百分之百的去爱他 在他的面前照着他 该受的敬畏敬畏他 虽然这种敬畏和爱 不是功劳 但是我们有这样的 义务和本分 所以这些因此我们看到 那些真正在历代当中 很好与神亲近的人 一方面他们是蒙恩的人 另一方面他们也是 竭力守洁心轻的人 所以新约里面 马太福音 耶稣登山宝训里面 维持了律法的精神 所以说到那些清新的人 是有福了 他们必得见神 心里面心怀二义的人 不得见神 为什么他心里面又爱世界 又爱神 这种怀二义的心 是不可能专一寻求神的 因此这样的人 一定见不到神 所以弟兄姊妹 保罗也说到 那些妇女 心里面充满了各样的私欲 常常学习真道 却不明白 不是他们脑子 这个什么 没读过硕士的学历 没读过大学的缘故 是因为他们的心昏昧 因为心被指油蒙住了 所以他们心中所追求的是自己的欲望和私欲 因此他们好像学习真道 却没有办法明白 所以弟兄姊妹 基督教的教育 基督教的认识论和世俗的完全不一样 世俗的你头脑聪明 你数学算得好 什么物理学得好 你就可以拿好成绩 但是在神的面前 你不管是智商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你心灵的问题 你敬畏神 你谦卑 你清洁的心 专心渴慕神 神向那些专心寻求他 爱他的人 显明出来 所以这个不是智商的问题 所以那些人为什么好像常常学习 却不明白呢 因为他们心有问题 所以这是对我们基督徒 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警惕 我们中间 如果有这种情况的人 你要自己反省 为什么我常常学习神的话 却不敬畏神 不明白神的旨意 你要留意 你的心是不是心怀而已 里面侍奉两个神 一个是私欲 世界 一个是神 表面上我们在侍奉神 实际上是我们在追随自己的私欲 自己的贪心 这样的话 我们一定是学而不明 清新的人有福了 他们必得见神 为什么神 我的祷告不蒙声吹听 为什么我这么求神 神好像远离我听不到 当然有的时候 上帝是可以隐藏自己 让我们更加奋力地去寻求他 抓住他的应许 操练我们的信心 但是有的时候是因为 我们可能表面的转向神 没有真心的归向神 我们心怀而异 所以上帝向我们隐藏 不被我们寻见 那我们当然 那不被寻见 那我就放弃 算了吧 上帝寻不着 我们就算了 不是 那样是促使我们去 在神的面前 在神的面前悔改 反省自己 主啊 为什么你不应用我的祷告呢 思想自己的罪恶 为什么神是信实的 听我的祷告的神 却不听呢 我自己的问题啊 我自己没有转向他 没有真心地归向他 常常心里面 一方面 侍奉巴力 另一方面又 假意的追向耶和华 所以这样的神 怎么能被我们 被这样的人寻见呢 所以我们需要悔改 那在这里面 我们看到这里 就是这些 以色列百姓当中 这些有权有势的人 当然我在这里 我们想和大家 进一步应用一下 那刚才我们谈到了 以色列百姓当中 虽然外在是呼召 是整个民族 神的百姓 但真实神的百姓 是那些真正 在信心当中 相信神恩约的 顺从神的话语的 这样的人 才是真的神的百姓 所以有一些 不敬畏神的人 去欺呀 压榨真正敬畏神的人 那今天的教会 里面也是这样 我们不好说 哎呀 下一周主日你来了 来到教会里面 就开始 这个胆战心惊的 去窥视 我们旁边 做的其他肢体 哪一个是假的 不敬畏神的 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 我们一般来说 把弟兄姐妹 都当做 神真正百姓 去爱 去为他祷告等等 但是我们从现实来说 在整个有形教会里面 也隐藏着这样的 这样的不敬畏神的人 不认识神的人 不管是在三字教会里面 在家庭教会里也一样 地上的教会是不完全的 是混合型的教会 这是从教父 宗教改革家 一直以来 正统的认识 就是教会 它是混合型的 真信的和假信的 混在一起 耶稣也不让我们分开 刻意的去分开 那另一方面呢 对于今天的教会来说 我们可以更延伸地来思考 今天教会在这个地上 它也面临着很多教会之外的 来自熟血气的 不敬畏神的人的逼迫 所以这个诗篇 虽然是在以色列的背景下 讲到以色列中的恶人的迫害 那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 更多的迫害可能来自教会外的 背基督徒的 那在韩国的就更可怜了 连这种逼迫可能都没有 当然这种逼迫没有 不意味着我们不会有苦难 上帝同样会用其他的手段 来历练他的百姓 为了让我们得以洁净 可能没有这种不敬畏神的人 去逼迫你 但是可能会给我们摆设 有的人是疾病 有的人是在生活就乱糟糟的 总是遇到一些麻烦事 或者苦恼 或者是殴恋我们的心思 让我们心里面长期在某种压制 困苦当中 让我们不得不叹息 在神的面前寻求他 让我们学习谦卑 依靠他这样的环境 所以从绝对的意义来说 一个真正信耶稣的人 不可能没有苦难 无论是外在的还是内在的 一定会阶段性的 让我们遇到苦难 这是神的美意 为了成全他在我们身上的救恩 所以除了这种我们不属这个世界 世界一定与不属世界的人之间征战 这种属灵的原因 还有上帝的一些奇妙的护理 为了达成他的美意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神的百姓 在这个地上遇到这样的困苦的时候 我们应该思想 应该思想 这里面因着这些恶人带来的攻击 义人呢 这些智慧人呢 这些神的百姓就遭遇这样的叹息 但是他们可以得到安慰的是 因为神的百姓知道 神不离弃我们 不丢弃 帮助扶持安慰 然后他现在一直在祷告叹息嘛 他知道他向谁求告 他知道向谁投奔 他知道他的安慰和避难所在哪里 耶和华是我的王 他会罩着我 他统治我 他也为我征战 他也保护我 所以他始终带着这样的信心 在神的面前去求告 纵然有一些借着律律奸恶 什么权势欺压 但是他仍然有投靠的 依靠 有这位神帮助他 所以二十一节说 他们大家攻击一人 将无辜之人定了死罪 在这样悲惨下 是仍然不至于绝望 因为他知道谁是他的王 最后一段 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 但虽然前面受到这样的攻击 但耶和华向来做我的碉堡 我的宝藏 我的山寨 我的营领 我的高台 我的投靠的攀石 这是诗人的信仰 他知道他依靠的对象是谁 他知道他所信的上帝是谁 他知道在遇到这样的处境的时候 他最终的逃避处 避难所是哪里 所以他虽然面临这样的艰难 但是他心总是到他的王 他的主耶和华那里寻求庇护 二十三节 他叫他们的罪孽归到自己身上 他知道上帝最终要报应 审判这些苦待神百姓 苦待神百姓就是抵挡神的这样的人 最终一定上帝会按照他的公义 不赦免他们的罪孽 反而将他们的罪孽归在自己的头上 这就是最终的审判 要因他们的邪恶 剪除他们 这就是审判灭绝他们 耶和华 我们的上帝 要把他们剪除 这是诗人的确信 诗人仍然在地上 诗人仍然在遭受这样的苦待 但是诗人内心当中痛苦和叹息 带着这样的痛苦和叹息 来到神的面前向他倾诉 然后向他告白 然后从神的利益 得到安慰和力量 甚至他环境可能仍然在延续 但是他心里面已经得到了答案 就是他知道上帝是为他申冤的 上帝一定会追讨那些 恶待他人的罪孽 上帝一定会实行审判 所以弟兄姊妹 上帝的审判 意味着什么 上帝检查我们的遭遇 上帝的审判 意味着上帝是王 上帝掌管一切最终的命运 包括我们的命运 和那些恶待我们人的命运 所以上帝的审判 意味着神在检查我所遭遇的 并且按着恶人所行的 恶言恶行恶念 去报应他们 因此在患苦患难当中 受这种痛苦的 对于我们这些神的百姓 给我们带来安慰的是 我的苦 有人知道 就是神知道 他会安慰我 他会赐平安给我 他会保护搭救我 他会倾听我的倾诉 甚至最终为我申冤 因此基督徒有一个盼望就是 在地上可能遭遇很多 莫名其妙无法理解的 古代 甚至遭遇损失的时候 当然你竭力地用法律 或者一些手段 保护自己的财产 这个很重要 但是当你做了一切努力 仍然得不到善的结果的时候 你心里不要沮丧和绝望 因为公平公义 不会随着这个世代的邪恶 人的寻思枉法 最终就被废弃 为什么 因为有一位爱我们的主 掌管宇宙 审判掌权的那位 最终他要按照他的公平实行审判 所以我们不至于绝望 我们不至于灰心 他仍然在监察 他仍然在留意 他仍然在扶持 他仍然在安慰和搭救我们 所以在任何的处境当中 在任何时代当中 上帝应该成为我们的避难所和 庇护 即便这个世代是邪恶的 耶稣说我们就如同羊进入狼群 我们的保护在哪里 我们岂不是唯一的盼望 就是那位拆迁我们进入狼群的 那位好默认吗 我们那位主 那位王 他的庇护是我们最终 唯一的安全的保障 所以弟兄姊妹不必要灰心 不必要沮丧 无论你现在遭遇的是什么 我们人活在这个世上 都会有各样的痛苦 所以你心里的痛苦 一定要向神倾诉 因为他知道你心里的痛苦 因为他知道你现在所遭遇的 若不是出于某种特定的美意 让我们经历这些 有的时候当然是因为我们的愚昧 和这个世代的堕落人 恶人加给我们的 但是上帝允许这件事情发生 是有他的美意 让我们暂受痛苦之后 要成全我们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一定要举目仰望 那位在圣经里面 已经借着各种叙事记录了 甚至应许了命令了 吩咐了 劝勉了 鼓励我们去投靠他 他保护我们 他一定为我们深渊的那位上帝 让我们在当下 就体会到他对我的 祷告的应答 体会到他 我们从他那里获得的 安慰和扶持好不好 所以无论你在疾病当中 在穷乏当中 在试炼当中 在迷茫绝望 惧怕担忧当中 不要灰心 一定要仰望这位主 因为这位主是通关一切的主 小到麻雀一根头发 大到猎王 利王废王 各国的大的局势 他就在通关 整个的宇宙 包括天上的天 和诸多的灵体 天使 包括世上所有的强权和势力 都在他的掌管当中 我们手中这件事情 同样也归他管理 所以求主来怜悯我们 让我们能够从他那里 获得安慰和盼望 即便在今世 有的时候上帝试炼我们 让我们看不见盼望 但是我们要根据他的话 和他的性情 他的属性 他的启示的 这个律法的知识和智慧 仍然去依靠他 最终他一定会给我们 最公义的审判 照着他的慈爱 愿神祝福大家 我们这个时间一起来祷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